朱宗慶打击乐团共事26年的正副团长要首度合作演出了 这次的打击乐作品中融入了走位对白等等音乐剧的元素 两位音乐家说这次是用音乐来演奏他们的人生故事 沐晴跟爵士谷互相衬托音色 敲出日本作曲家西元大树的二重奏叙事代巴 朱宗慶打击乐团团长吴四山以及副团长何鸿琦 共事26年首度合作演出世界经典的二重奏 他比较擅长世界打击乐器 然后他整个人的音乐诠释都是热情奔放的 那我的音乐好像就比较偏冷调跟比较内敛一点 所以我就想说如果可以跟阿乔老师一起合作的话 那应该可以彼此激发出更不一样的东西这样 音乐会上半场选择四首风格迥异的打击乐作品 像是乔摩二三世具有现代感并贴近观众的作品野蛮对唱 还有日本木琴天后安倍归子 以木琴丰厚饱满的和声带来的海滨的回忆二 同时还有美国新生代作曲家凯西肯格罗西的高难度作品超感应 下半场则是两人全新的音乐演出《我说你听》 并邀请知名剧场导演陆爱玲 融合走位 对白 人声等元素 呈现人与人听和说的微妙关系 团长吴思珊说两个人的练习比演出更为重要 阿乔老师真的教我很多 因为我们两个的对音乐的看法其实不太一样 所以其实我们在练习的过程当中就很多的沟通 也像我们这次的主题一样 我说你听你听我说 就是我们彼此都用音乐来做一个沟通 跟交换意见这样子 团长吴思珊说每次的练习都像是重新认识对方 希望也能透过这次的音乐会 带大家重新认识他们 感谢观看